好 第一个短片 我们来看第二个短片 因为我这个长相吧 很多人都说我花花 但我桃花孕 真没你们说的那么好 我最爱找未成年人的喜欢 但是我不喜欢 比我小太多的 我一有时间 就回老家看我的奶奶 从小呢 我跟我的爷爷奶奶 感情特别好 所以说每个月呢 都会抽出点时间 去看好我的奶奶 给她买一些吃的呀 喜欢吃的东西呀 一些软的东西 我希望跟我牵手的女嘉宾 抽出点时间每个月 都跟我一起来看看她 你好 王悦 男嘉宾 你好 我想问你一下 你健身 然后你跑步吗 肯定啊 我每天都会做一样的 包括一些动感的车 蹦床 我都会待客的 我特别喜欢跑步 有时间的话 几乎每天都会在南湖跑步 几乎是每天 要最短的话 可能也三圈九公里左右吧 长的话二十公里 最长的时候二十公里 平长的话就八九公里 王悦 王悦 你也是专业呀 还是爱好啊 爱好 爱好参加过量场马拉松 就是长春现在举办了量场 我就参加了量场 怎么样 感受怎么样 我今年成绩不是很好 就是因为吃多了 因为今年上了很多新货 它有那个能量棒 我一开始的话 我觉得既然叫能量棒 应该它会有很多能量的 我跑那么远 四十多公里 我觉得我需要很多能量棒 结果我就吃多了 吃吐了 然后虽然完赛了 最后也完赛了 但是的话 就吐了三场 吐完再跑 跑完再吐 吐完再跑 哎呀 够顽强的 你说你不喜欢 年纪比你小很多呢 那年纪比你大的 你能接受吗 看大多少呗 您今年多大 没听 马上就变成您今年多大 哎呀 你多大 你多大 我今年92的 27岁 27 我90的 大吗 这个肯定是不大的 不大啊 好 来 五号 秋燕 小伙我想问你一下 你不能接受 比你小几岁的女生 呃 六七岁吧 六七岁 秋燕多大 二十 正好 正好 你的小六七岁吗 正好 秋燕对小伙的感觉怎么样 感觉她还不错 各方面都还不错 就是 她的身高 正好是我 我我喜欢的身高 因为我来的时候我就说了 我说 我想找的男生 嗯 就是身高一定要在一米八以上 啊 夏小 她的身高正好就是符合了我 身高符合 而且就是她 她感觉她蛮孝顺的 因为我比较喜欢孝顺的男孩子 好 好来掌声有请 五号秋燕有请 就是我的包里面 我就是你的包里包 我要讲个担恋子来 骗我一辈 我让秋燕过来 还有点不好意思了是吧 啊 刚四姐我有点紧张 为啥呢 离她太近了 我给你帮我 我的问题就是 也许说因为我去年买的房子 怎么在农安 我接下来的话 也许说在农安会长久地住一些 除非没有太大的变化 应该就在农安 我不知道你能接受吗 就是你以后要长久地在农安生活是吗 因为他已经在农安买房子了 可能就会落户农安 因为我是担心家庭嘛 所以我爸爸在农院那边 然后我就是每一次出门吧 包括说我去干什么 或者离开他太远吧 反正他都是特别惦记我 特别舍不得 这我理解啊 我理解就是通过刚才邱燕这么一说 感觉你也是一个很孝顺的姑娘 但是咱也就不是整得生离死别的 一个农安一个长春离多远呢 如果要走高速的话大概三四十分钟 你看看都不到一个小时 你五点钟想看 你六点钟你就能看着你罢了 这整的一个礼拜必须得回来一趟 你爸爸也希望你幸福啊对吧 我不是 我不是如果说我和他真的牵手了 我不是怕他不让我回来吗 对对对 就看你们两个人怎么商量这个事情 问题问完了 也问完了 那接下来就要做选择了 嗯 就在一起 祝你们幸福 牵手成功的女嘉宾将会获得 由老凤强珠宝提供的 价值三千九百九十九元 一键七星系列 十八K金必起产品一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